这个很重要,以后反正就照这个规则 前面这个东西就是抓到你要的编号 后面这个东西就是要加几倍 所以第一次一定是不加,后面就加 做完之后的话,你可以把这公式先剪下来 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index index里面的话需要一个范围,我就把这个范围给他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 那你就给他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后面的话,因为第几篮,因为只有一篮,所以一定都是1 那请你把这个范围把它锁起来,一定按F4 因为向右向下,所以篮跟列都要锁 OK,好了之后都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很快的 这个篮,把这个资料向右 篮宽不足的话,可以再把它拉宽,点两下 或者你把它选择四篮 用格式里面的那个自动调整篮宽也可以 好,那其他的话呢,向右 再向下 你会发现,一次就完成了 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没完还没完工 为什么,因为还要把什么 把那个冒号前面的东西给删掉 那这个时候当然,如果你不可能手动 所以接下来的话,如何删除比较快 那几个思考方向 一个是 你可以用前面讲过的 用fine fine帽号的位置 然后怎么样 把它用mid mid 把它切 后面的东西我要 这个方法 不过这个方法似乎比较 复杂了点 为什么,因为会有两个 先fine 然后再mid 前面好像有讲过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 另外一个函数叫replace 取代 取代 replace函数 一样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index应该没问题 Colin 再来的话就是 把这公司再剪下来 然后呢,利用一个函数叫replace 文字里面 找一下replace 取代 那顾名思义嘛 就是什么东西取代 什么 而且其实你 这个地方有几个参数 首先第1个 他会跟你讲 older test 指的是你原来的东西 所以把它贴上 指的就这个 star number 从第几个字 从第1个字 那number chars 他问你说第2个问题 你要取代几个字 特别注意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是取代 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要删掉几个字的意思 ok 从第1个字到第几个字 我要把它删掉 这个地方要删掉几个字 其实可以根据什么 那刚好就是说有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呢 入职时间这四个字 刚好跟栏位 有没有 上面栏位名称怎么样 刚好是 长度是一样的 只是多一个冒号 所以加1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知道上面的名称呢 其实你可以这样 先选取这个几个字 有没有 选这个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LEN 前面有用过吗 算他有几个字 然后再把它加一个字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没有 入职时间冒号 变成这样子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反正replace 我是觉得 比较简单 比那个mid加fine 会简单许多 然后你会发现 他就是把 第1个字到第5个字 第1个字到第5个字 取代成这个 就把它删除了 所以回来的话 就是剩下这样子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replace有时候 用在这个地方 还蛮好用的 好这个时候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 当然 等一下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你要向右 然后你要向右向下 那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d d1的位置 d1的位置 因为我向右的话 那我势必 要变更 本来是d蓝 要变成一蓝 因为本来是 入职时间 改成姓名 所以特别注意 d前面不要锁 但是你向下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我变成 2变成3变成4 永远都要固定在第1列 因为我是抓他嘛 所以锁的位置要特别注意 请你把 d1给锁起来 d1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那 d前面不能加 如果加的话 变成 应该变姓名 抓姓名的 结果你 还是入职时间 那本来他应该扣两个字的 就变扣4个字 应该是4个加5个字 OK 所以这个位置 可能记得 这个关键在这里 好按确定 好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向右 然后发现全部都扣掉了 向下 放开 一次就完成了 那你最后还可以再把它调回来啦 这四栏选起来这边有个自动 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整栏宽 这样就完成了 那当然未来 你 我们可能就是说 这两个资料实际上是可以分 放在不同的工作表啦 因为我们练习的关系 所以未来你也许可以把 这 A B 栏 放在另外工作表 然后这个范围也许可以用名称的方式 将来应该用F3去抓那个范围 有没有 所以其实工作上很多同学都常问到说 老师我这个资料放在另外的地方 那这个资料关联性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用index 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所以关键 先一 产生我们要的那个 就数字 二用index 三用repress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呢 repress部分 你也可以试试看用那个mid加fine 你像用repress 我们前面有讲过mid 用fine 先找到冒号的位置 然后再用mid去切割 可以啦 只是说 相对起来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하는 对 冒号的冒号的冒号 冒号的冒号 冒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